大家好,这里是南妹厨房 今天老妈用土豆和海带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的家常菜 把提前泡发好的海带结倒入盆中 先把海带结解开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洗去沙子还有杂质 洗净之后再绑回去 虽然这一步比较麻烦 但是看着干净吃着放心 洗净后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个土豆去皮清洗干净 然后一分为四 再把土豆切成块 切好之后放入清水中浸泡 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配料 少许的大蒜切成小粒 提前泡发好的香菇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小块的猪肉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装盘中 红辣椒切成丝 小葱切成段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下入猪肉 把猪肉炒至变色 炒出香味 再加入蒜粒跟香菇 下入锅中炒香 再加入一勺辣椒酱 炒出红油 倒入洗好的海带结 还有土豆块 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海带结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它有帮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翻炒一分钟之后再加入半勺的生抽 再次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上的清水 稍微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加入少许的盐 鸡精 充分的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煮10分钟 10分钟以后打开锅盖 再下入葱段和辣椒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调料的味道已经被土豆和海带结充分的吸收 非常的香 大鱼大肉吃腻了 偶尔来一盘这个非常的美味 这份土豆烧海带结就做好啦 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做法也不难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转发试试吧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